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來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呀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最新的發現 等你和你家人能夠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Hello Diana 你好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醫學之父希波格拉帝教導醫生如何去醫治病人 其中一個格言是 讓食物成為你的藥物 藥物是你的食物 食物就是最好的藥物 我知道袁醫生今天會和我們分享的是 綠茶入面的綠胺酸 很多人都有這樣的習慣 去享受一下茶 去輕鬆一下 但你都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我知道綠茶的茶葉裡都有咖啡因 你知道咖啡因會像咖啡一樣 會令你更加興奮 那為什麼有些人會用一些 用喝綠茶來舒緩的焦慮 幫助自己身體放鬆呢 為什麼呢 原來我們茶葉裡有一種非蛋白的氨基酸成分 我們叫做茶氨酸 英文叫做Fu9 T-H-E-A-N-I-N-E 那如這個茶氨酸呢 是有幫助情緒的緩和和和放鬆的 那大部分人呢 其實喝茶呢 包括日本、香港很多人呢 很多時候都是為了放鬆心情 那因為茶氨酸呢 是有安定人身的效果的 那所以呢 即使綠茶裡面也含有咖啡因呢 但不會像咖啡因呢 令到那些人心神不靈啊 興奮的原因來的 那所以呢 如果你真的想放鬆一下呢 喝綠茶呢 或者吃一些 含有葉安酸的補充品呢 也都可以幫得到你的 那在歷史上呢 那茶氨酸呢 是具有舒緩焦慮作用 和鎮定人身的效果呢 它能夠阻斷大腦裏面的 谷安酸叫做L-Glutamic Acid 它是一種興奮的神經的介質來的 OK 而和谷安酸接收站的連結呢 如果你想像一下 即是把小小的谷安酸的分子 好像好像電燈泡的 而接收器呢 就成為一個插嘴 插座 那茶氨酸呢 就好像 基本上 就好像將幾個插嘴 那個切斷的電源 那所以呢 有些燈泡會著 但是呢 光線就不會太強的 那大腦呢 都不會變得太過興奮 那就是說呢 那個茶氨酸呢 是可以阻斷大腦裏面的 一種叫做L-Glutamic Acid 那這是一種興奮劑來的 一種興奮的神經介密來的 那在我們的茶氨酸呢 是可以呢 是將這種這樣的 那個物質呢 是切斷它那個 即是減低它的效果 那可以解釋得到 那在1999年呢 有一份測量呢 在自願者服食口服500到200毫克的L-Glutamide 也都叫做谷安酸呢 然後發現呢 那這種的營養補充劑裡面呢 有些幫助到 協助大腦產生 令到人體放鬆的 Alpha-Alpha-Wave 那這個呢 亦都是那個L-Glutamic Acid 那個谷安酸 能夠幫助我們的放鬆的原因來的 那原來呢 我們那個茶氨酸呢 似乎也都有幫助我們身體呢 是提升我們一種叫做 加碼的安基丁酸 Gamma Aminobutyric Acid 或者我們簡稱叫做GABA的指數 那這一種是一種抑制神經傳導的物質來的 那對那個鎮定大腦呢 也都有好 即是有些顯著的幫助 那就是說呢 有些營養素呢 實際上呢 會結合了這些 我們所謂的那個GABA 和茶胺 就是茶胺基酸這兩種成分 那 那如果在那個GABA 如果跟其他一些是抗壓的營養品 一起用呢 效果會更加好的 那所以很多時候呢 我們會用一些 就是在服用那個茶胺酸裡面呢 就添加了那個GABA 那或者有另外一種的營養素呢 叫做Inositol 是基酸 是Inositol 那兩個呢 就會加倍那個療效的 就是治療一些 一個焦慮的症狀 那就是除了喝茶呢 其實呢 可以做到這個效果的 那好了 那初步的證據呢 顯示那個茶胺酸呢 也都可以幫助減低我們的高血壓 那起碼呢 在那個老鼠的實驗裡面呢 是證實有效的 那它也都可以呢 是促進呢 是多巴胺的Dopamine 證據大量增加 那你知道呢 這個Dopamine呢 是一種能夠令人感到愉快的神經傳導物質來的 那 那在2007年呢 有一份研究指出 在一種高度壓力的實驗裡面呢 那個茶胺酸呢 可以減緩心跳的那個速率 那在另外一個動物實驗裡面呢 它也都可以呢 是提升動物 在那個記憶和學習方面的表示 那你看呢 那個茶胺酸是好 就是那個是非常之 非常之之好的 那 那 如果大家有需要 遇到有時候覺得是好 那些人的精神很緊張呢 是不妨呢 可以試一下 就是用這個 那個茶胺酸呢 Fionine 或者是綠茶 綠茶裡面一個主要的成分 那加上呢 是那個GABA Gaba 和Inositol 那這三樣東西呢 那就加上那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 就是 可以是 控制到或者幫助到大家 焦慮這個問題的了 哦 原來綠茶裡面的綠胺酸 是有這麼多好處的 除了可以舒緩焦慮 還可以安定那個心跳 即是越聽越想 聽多些關於飲食方面的資料 那其實在食物方面 有些什麼可以吃了 預防這個心臟病啊 中風的呢 其實大家呢 有時候呢 都有機會 如果去那些 日本的超市裡面 或者有時候呢 在一些高級一點的 酒店 早餐裡面呢 也都會吃到一種的 納豆 有聽過 大家都吃過 有吃過 那這個呢 原來呢 為什麼日本人呢 是吃很多納豆 我也都知道呢 日本人呢 其實是很長壽的 是吧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的了 那 原來呢 也都好像很軟 好像好像炭灰 其實那味道就一般的 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那當時美國佔領了日本 那曾經呢 是禁止 禁止那些市面呢 是販賣納豆的 因為當時美國人以為呢 霍亂和傷寒呢 是因為這些負難的食物引起的 那其實你知道 納豆是經過發酵 其實它不是負荷 但當然呢 聞起來呢 好像很臭 很臭雞蛋來的 但是呢 它營養價值非常之高的 其中呢 納豆裡面含有 納豆激莓 就是這個發酵過的納豆呢 是用來對抗中風 最佳最天然的武器 那也可以說呢 對抗心臟疾病 是非常之的武器 那幾千年來呢 納豆一直是日本的傳統食物 那我記得 我有一次去 去同一班台灣的中醫 去日本 去那個沖繩島 去參觀一個 一個老人院 因為他有一些很特別的科技 用一些細菌科技 是可以將污水淨化的 那我們當時可以參觀 那當然呢 在我們那個隊友裡面呢 有很多中醫 在日本長大的 在台灣長大的 那他們都說 原來在台灣 被日本佔領的時候呢 很多台灣人都開始在自己家裡 是製造一些納豆的 在第二次打仗的時候 那所以呢 納豆呢 他們都說他小時候 就是家裡懂得做的 成大桶成大桶的 那納豆當然呢 是日本一直傳統的食物 那日本 古代的武士呢 是基本的食物來的 那他甚至乎呢 用納豆來的 去餵養馬匹 提高馬的速度 和增強他們的體力 那他也都會讓那些 懷孕的婦女呢 是食用納豆的 那來到確保那個 那個那個 真身嬰兒的健康 那你知道啦 那日本今時今日呢 納豆也是一種 經常用的食物 那也都可以說 他就是 導致他為何長壽的原因來的 那是有一本書呢 有個醫學博士呢 就寫了一本書 叫扭轉心臟病 這本書 那這本書裡面呢 他提出呢 如果一個星期 用兩或者三次納豆呢 不單止可以預防心臟病呢 是亦都可以作為 治療心臟病的工具來的 那這種 那這種的水煮過的 發酵過的納豆呢 有些什麼個人之處呢 那他的答案呢 就他含有 就是納豆激莓 那在日本人呢 在用水煮過的納豆裡面呢 加入一種叫做 納豆牙泡汗菌 Bacillinato 納豆牙泡汗菌 是一種益菌來的 益生菌來的 那將它經過發酵呢 就成為這一種 富有療效 和有益的健康的煤了 那 你知道了 其實呢 其實呢 你從一般的黃豆製成品 小食 豆漿 或者黃豆製成品 裡面呢 你是找不到這些煤的 即是未經過發酵的黃豆製品 豆漿 豆腐呢 其實就沒有這個納豆激莓的成分 那所以呢 如果有些人說 哎呀我真的很怕吃納豆的 那個味道很噓的 很難吃的 那現在市面呢 有一種叫納豆激素 一種營養補充劑的公司 那將它成為一種軟狀的 一種capsule的 那就可以這樣吞伏的 那這個我自己一直都有用的 那因為香港地方 其實都有機會買到的 即是日本的超市 我相信你都可以買到的 那當然了 它也不便宜的 是一個小包 一個個別包裝 很黏的 那時候有一種黏的 有一種黏的絲在這裡 好了 那我們要了解這個納豆激莓的 如何運作呢 那我要了解我身體裡面 其實有很多互相制衡的 那些運作系統的 那如何維持我們血液的適當濃度呢 可以保持血液的流暢 即是我們血液裡面 就自然會呢 就會產生一些叫做 纤維蛋白或者纤維蛋白圓 Fibinogen 我們都大家同提過 纤維蛋白的 這種凝血的化合物質的 那形成呢 一種網狀的纤維的構造 就好像血液裡面的那個 那個濃條劑那樣的 那你不會因為少少受傷 流血不止過多而死的 那就是說呢 我們身體是有這種這樣的 凝血的物質的 那但當然呢 太多的纤維蛋白呢 會形成危險的那個 那個凝血塊 是不是 就是血不流通 一塊塊血塊出現 那所以呢 為了預防這一點呢 我們身體呢 同時間呢 會產生了另一種 纤維蛋白的分解鎂 叫Plasmin 那這種這樣的 纤維蛋白的分解鎂 Plasmin 就可以溶解過多 纤維蛋白 那結果呢 這種這樣的制衡的運作系統呢 令到我們血 即是那個流血的量呢 不多也都不少 可以說是一種大自然 一個很好的設計 即是一種制衡的物質 那好了 那有時候這個系統呢 可能未曾能夠完全發揮到作用 那我們這個纤維蛋白分解鎂 如果因為被壓抑鬱的時候呢 那你那個營血的能量呢 那個能力呢 就會大過那個溶解營血的能量 那這種我們就 一般醫生呢 出現了這個問題呢 就會出現一些叫做 薄血藥 一種的防營血劑 叫做Kumadine 那醫生很多時候會處方這件事的 那但是我們使用這個納豆激梅呢 是有幫助這些這樣的溶解纤維蛋白的 那這個是可以說呢 一種天然的對抗營血的特務 那有位醫生呢 就把這個納豆引進去美國 那他提出呢 他說呢 就是納豆提供一些特點呢 那個效果超越和安全的方法 來幫助減少或者消除這些血的膝 那同時呢 也都減低羅患心臟病 和中風發 就是那個發作的風險來的 那這個呢 就這位醫生呢 叫做Ralph Horsworth 那一位Othiopath來的 一位醫生呢 他就將他引進去美國 那看到呢 那我們知道呢 血泉的形成 就是因為血管裡面的血塊 或者血塞 就是阻礙了血液的流通 那有些人因為血失症的一種遺傳的現象 那身體呢 很容易出現這種這樣的問題 那根據的統計呢 美國呢 大概有5-7%的歐洲那些後裔的 那這種人呢 就有一些血失增加的傾向 就是這個天生性的 那我剛才所講的 扭轉心臟美這本書裡面呢 他說呢 只是因為不正常的血塊形成呢 是每年呢 造致美國呢 每年有超過60萬人死亡的 那就是這個就是那個 就是我們中風 中風性 那納豆激梅呢 就是可以說呢 是 簡直就是任何有這些血失 那個風險的人的救星來的 那就是說呢 你可以看到呢 如果很多人呢 有習慣性呢 是吃一些這樣的薄血藥啦 那除了Kumadini這隻啦 那也很多人是吃阿士不靈的 那你知道呢 這個副作用呢 就會導致那個人呢 是突然之間呢 就流血不止啦 那很多人因此死亡的 所以阿士不靈呢 其實每年很多人 就是因為這個問題啊 流血不止呢 每年好像大概 有成二萬人 死在這些阿士不靈 那所以為什麼不想想呢 是不是 用這些簡單的納豆 或者納豆的激梅 來幫助自己呢 那這樣 那好了 那在1980年呢 有一位醫學博士 一個日本人 叫做Hara Yuki Sumi 那他呢 他呢 當然呢 作為一個日本人呢 他自己很喜歡吃納豆的 那通常呢 午餐的成效都吃納豆的 那作為一個科學家呢 他有時候很好奇了 他有時候呢 他突然之間呢 就貪玩 將他午餐的納豆呢 放了一些血塞 即是有血塊的培植 血蠅裡面 那結果出人意外呢 發現呢 納豆呢 開始分解大量的血塊 而且效果激人 破紀錄的時間呢 將血塊分解 大約金owing 所以當時科學家 认 hou之然 證明 可以研究 過去全世界二百多種 食物呢 那其實呢 沒有一種任何的 纖維蛋白 溶解 亦呢 會好於納豆的 簡直 不要那麼多 因为纳豆将血块很快溶解了 好了,现在有很多这方面的研究 关于纳豆击梅 其中一个研究是有六男六女 每天服食200公克 即是大概7盎司的纳豆 接着测量身体的凝血活性 结果发现,食用纳豆之后 身体内的血块只需一半的时间 就能完全溶解了 这是其中一个研究 另外一个发表在医学期刊 《血管学》 《Angeology》 《血管学》里面的研究指出 纳豆可预防长期飞行过程里面的 深层静物血失的形成 大家都知道 有些人坐长途飞机 出现血失的问题 是突然死亡的 是有出现过的 所以你看到 日本航空公司开始 十几年前 已经研制了这些干纳豆的小食 这种干纳豆的小食 就是配搭啤酒的 有时候你在日本航空公司 都应该看到你食物 即是这种干纳豆 相信其实所有航空公司 都应该去考虑 应该供应这些 即是法国烤的 纳豆 来给一些 长途的 旅客 在飞机上去应用 过去日本 在过去几年 有时 都经常出现 食物中毒 通常有些人 就会用 食物中毒 使用纳豆 预防霍乱 伤寒 和利贼 这个问题 原来纳豆 可以抑制食物里面 有些有害菌的生长 以及促进 益生菌 好像乳酸菌的生长 大家知道 身体里面有很多益生菌的 纳豆本身 不单可以抑制食物里面的 有害菌的成长 但也可以促进 身体体内的乳酸菌的成长 好了 纳豆含有 另外一种有用的成分 就是维他命K2 维生素K2 维生素K2 是会有帮助 我们预防骨质松疏症的 根据我们统计 在2010年之前 将近会有52%的人 年龄在50岁 或者以上的女性男性 都会受到骨质 缺失松疏症的影响 这是很普遍的问题 就是年龄大 有52%以上 50岁或者以上的男女都会有的 这个纳豆激莓 是有帮助身体产生 维他命K2 促进另一种 叫做骨盖蛋白的蛋白质 令到骨落任何一个地方 需要盖的时候 这个骨盖的蛋白质 可以帮助我们盖 进入骨落里面 也同时发现 骨质松疏症的患者体内 它的维他命K2 相对比较减少 所以你看到 纳豆的成分是很多的 当然 纳豆作为一个血液稀释的治疗 科学已经证实很清晰 当然 有很多人 是可能自己 是吃着很多这些薄血药 或者那些溶解血液 那样 当然 如果你在这个时候 你吃纳豆 也要大家要小心一点 是不是 因为有可能有 有双倍的效果的时候 大家就要找一个 对这一方面都有认识的医生 所以 纳豆越来越被人接纳的时候 纳豆的很多食物公司 可能就会做很多东西 想令到它的味道好些 但是你知道 在这些食物的制作过程 往往会令到它的疗效会失去 虽然味道做好了 但是可能同时 它的疗效也失去 所以现在 如果大家真的需要 或者忍受不到 纳豆那种食物的味道 不妨用纳豆激莓 这个工具 在我们绿庄业健康店 其实都有的 除了我们纳豆激莓之外 其实有什么其他的 可以预防血 血失和血块中风的天然的处方 那 美 美 是一个magnisium 含有 高度的维他命 B6 B12 或者叶酸 这种这样的维生素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预防我们身体里面 叫做铜背光安酸 就是Homocysteine 值过高 我从上一次和大家都分享过的 很多药物是会令到我们身体 这种这样的Homocysteine 那个数字过高的 这个也是我们代表我们血液里面有发炎的 当然了 其实很多炎症 很多心脏病和中风都是和发炎有关的 那 叶酸 在这方面是会帮助我们控制这个问题的 那 维他命E 400到800的毫克 还有任何抗氧化剂 还有必须需要的脂肪酸 我和大家说过 阿米加3 和阿米加6 阿米加3 就要高过阿米加6 这种这样的比例 也是全部可以帮助我们 预防血湿和血块 或者预防中风的很简单的天然的处方 明白了 好多谢袁医生今天和我们的分享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预约会诊 2577-3798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谢谢袁医生 好 多谢 拜拜 拜拜 六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六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 www.h-e-a-l-t-h-s-h-o-p.com.h-k 我用来做了一支 我就可以用来他的包装 一支 我用来做一支 用来做一支 补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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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移养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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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羽